哈囉大家好我是AJ 歡迎來到宅漫漫說 今天是2022年5月27號 AJ宅漫漫說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這個美工商時間 要介紹的比較不一樣一點 我們可能都是介紹遊戲或是電視劇 今天剛好來推薦一間 我剛好最近吃過的餐廳 餐廳工商時間 什麼都可以介紹一下 反正就覺得我想介紹啥就介紹啥 沒錯我們是自由的節目 沒錯反正你想要工商的話 可以來找我們 我們就工商你 沒有的話我們就自由自在的介紹 今天要介紹的是我前幾天 帶菱形去吃的這間餐廳叫做The Tevernist The Tevernist的拼法是The 就是T-H-E 然後T-A-V-E-R-N-I-S-T The Tevernist 那它主要是算吃西餐吧 因為它其實我覺得它算是一個餐點 餐點一直變換的餐廳 所以我覺得也不會固定說 它就是做什麼料理 但應該就是一片非台菜或比較不是亞洲的菜系 我看它大部分的菜系都是偏就是要嘛歐洲 或者是像今天我這次吃的是印度菜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菜色就是蠻常做變化的 The Tevernist 是一間在大安區的一間叫什麼旅館 我忘記了 本來它是一間旅館的12樓的一間餐廳 我這邊看了一下它是寫說在金普頓大安酒店 對不對 對金普頓大安酒店 它是一間酒店家 它的位置非常的像弄意 我覺得這間在12樓 這棟其實蠻大的 而且整體上我覺得看起來蠻高級的 但整體餐廳什麼的氛圍都蠻好的 但它的位置居然是一個有點巷子內的地方 我整個吃蠻好的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是蠻好的 也是用餐體驗 它一個它是固定吃套餐 我那時候有問他說能不能看一下單點什麼 他就說他們是固定套餐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主廚配好給你 整個set給你吃 那你也沒得單點去選配這樣 按照你剛講的它是有分什麼印度 或什麼就是各種國家不同的類型 但它那個套餐是 我過一段時間換一次菜單 然後它就是固定這個菜單 然後它 我那時候是吃晚餐 然後晚餐是2080 就是2080塊 然後加10%分費 其實算是偏 就是以我們這種四金小民來說 應該算高價位 其實我之前有吃過 更高價位的餐廳 但我覺得這一家我會特別推薦 我覺得它是2000塊的餐點 但你吃了出2000塊的價值的餐廳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這一次吃的料理 它是說它是夢買料理 那夢買就是印度那邊 所以它的菜色就是非常多的香料這樣 但其實我原本是稍微有一點點抗拒 因為其實我當初沒有先看它 這一次是變成什麼樣的菜色 我以為就是一般的吃吃義大利麵 吃吃排餐之類的這樣子 然後結果它是變成夢買料理 我想可能就是咖哩 其實跟我原本預想有點不一樣 不過就都來了 那就先吃這樣就算了 結果我覺得意外的非常非常的好 它第一道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直接去TheTavenist的觀望 然後它裡面有它的菜單 然後它也都有圖片 我正在看 我正在看 你可以先看這個第一道 它第一道它是有點像是很多個長條的酥餅 它這個酥餅它是上面有一點點那種類似 一點點糖烤過這樣子 所以它上面是有一點點焦糖 然後它旁邊會有一塊很像慕斯的是鵝肝醬 它這個鵝肝醬上面還有一層薄薄的像布丁的那種焦糖 它是一個什麼焦脂的洞 反正就也是跟 應該也是這種鵝肝醬在那邊弄的 然後在上面會再撒一點點 就是他們的香料這樣子 其實這整道都蠻多它這種印度式的香料 然後它就是把酥餅切開 然後再抹鵝肝醬上去吃 超級好吃 這個是我第一道 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道 因為其實我就說我對這個料理是完全沒有概念的 我不知道它會給我什麼 然後我也其實沒到那麼愛吃這種香料很重的料理 但它的香料味平衡得很好 你還是吃得到酥餅的那種麵粉的香氣 然後還有鵝肝醬的味道 但它又多加了一些香料 讓你覺得這個味道 這一道菜的味道是你沒有常吃過的 你沒有吃過的味道 但你又覺得很好 又不會太過於奇怪 所以我覺得它兼顧了 這個東西是台灣人好入口的 容易吃的 但它也包含了這種異國風情的體驗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平衡做得不錯 它有保留原來的風格 但它又有考慮到台灣人的口感問題 做了一些微調 對 然後它旁邊一壺是它的奶茶 就是他們的 他們說這是他們早餐常喝的奶茶這樣 然後它也是充滿了香料 而且非常的濃 但它那個濃是你會覺得是奶香的那種濃的香 它不是那種死甜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喝起來其實是喝第一口會有一點 這個香料的味有點重 然後但是喝下去會覺得這個奶香是香醇濃厚 會越喝越順這樣 香醇濃 它可以續杯嗎 沒有 它就是一人一杯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蠻 這一道我覺得算是給我一個很好的開場 然後而且它其實設計它這個set 它是有一個主題 它這個set叫做夢買的三餐 這個第一道前菜 它其實是夢買常吃的早餐 這一道前菜就是早餐這樣子 然後它第二道就是它的夢買常吃的中餐 那它是鱸魚咖哩 那它其實就是煎過的 不是鱸魚 石斑 它是紅石斑 石斑 紅條石斑 對 煎過的石斑 然後再加上咖哩醬 那其實 它有加咖哩 它旁邊有淋一個咖哩醬 果阿 有看到了果阿咖哩 然後他一開始是建議我們先吃魚肉的原味這樣 就是不要先直接沾咖哩吃 那我們就先切一點魚肉 我覺得它魚肉本身就煎得很好 就是我自己喜歡的調味是一點點鹽 然後就主要吃肉的味道 就是稍微一點鹽提味就好 那我覺得它就是鹽的平衡 然後因為它還要再沾咖哩 所以它就特別少 然後魚肉本身的味道 然後還有它煎過之後 油脂的香氣都有出來 我會覺得說能吃的出來 這道菜在煎火候上都是相當用心的 然後還有重點就是它的咖哩 因為咖哩通常是一個很主角的東西 然後它是一個味道通常很重的 但是它這一次是要以魚肉為主角 所以它這個咖哩雖然我覺得真的是很巧妙 就是它平衡的你吃了出咖哩味 但是你不會覺得這個咖哩味是主角 你還是會覺得這個魚肉還是怎樣 我會覺得很厲害 你這個描述方式都把它撐到天了 真的沒問題嗎 我覺得也就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至少在平衡這一點上 平衡這一點上我覺得是真的沒話說 因為通常咖哩下去就是咖哩味的 這個菜不管怎麼樣它就是變成一道咖哩料理 但我覺得它還是一盤石斑魚的料理 它咖哩就是一個輔助上的口味 不過打個岔問一下 按照你的說法來講 口味的部分聽到目前為止是不用太擔心 但是份量 因為我們現在在看他們官方的菜單 它的魚肉看起來就是超小一塊 它份量不多 但其實套餐吃完我覺得都還是蠻飽的 因為它就是套餐 所以吃到最後還是蠻多的 它就是每一道都給你不多 我覺得吃這種料理 高級餐廳好像都這樣子 高級餐廳通常一道菜不會給你太多 因為你吃太飽也不會是一個好的體驗 所以我覺得其實它的份量我覺得是OK的 因為至少我當天吃完 我也不會覺得 哇 半夜還想吃宵夜什麼的好餓 我覺得吃完就算一個我正常吃的份量了 然後下一道呢 下一道算是他們的晚餐 就夢買的晚餐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體驗到 什麼叫雷恩雜蟹斗 它這個就是軟殼蟹 所以它的殼就是比較好處理 它就全部整隻螃蟹拿去炸 然後它整隻螃蟹都可以吃這樣 這個到底多大隻啊 因為從菜單上看不出它那個螃蟹 小隻的 螃蟹是小隻的 因為這種軟殼蟹應該都蠻小的 就像是雷恩他挑的這個上海蟹 他也都是挑那種小小的 看起來沒那麼好看的 為什麼 因為他要讓它連殼可以一起吃 然後我就哇 這隻螃蟹也真的就是 你整隻就是你就是像吃排餐吃牛排一樣 就是整刀切下去 你也不用管它的殼在哪裡什麼 就不用管就整個切下去 然後它旁邊就撒了很多他們的香料 它那個香料是撒的像海灘那樣的 就是直接切好之後 直接把整個螃蟹拿去嚕 這個粉這樣子 它這個粉算很多 但它其實味道蠻淡的 所以你會要沾蠻多再吃下去 蠻多 所以其實味道我覺得也是調的很不錯 那我算是一個 我是一個不愛吃螃蟹蝦子的人 就這類海鮮 海鮮我基本上只吃魚跟干貝還有海膽 螃蟹蝦我不吃 所以我沒辦法評斷說我樣本數太低了 所以我不知道怎樣叫真的好吃的螃蟹 但至少這應該是我自己吃過 我算很喜歡的螃蟹 因為我平常就不太吃 所以這道我覺得很好吃 所以它就會是我印象深刻好吃的螃蟹 然後它中間還有塔塔醬 算是可以中和你吃旁邊口味太多 你可以沾塔塔醬換口味這樣 它有做一個換味 所以也是設計的不錯的 然後它最後是吃羊排 它的羊排其實我覺得是蠻標準的羊排 但它煎的是好的 肉質也是好的 然後比較特色的是它旁邊做了 五種醬料的調味 五種醬料是什麼 我真的有點忘了 我就有什麼櫛瓜 然後有大蒜 然後拔拔拔拔番茄醬 然後就五種醬料 那你可以自己去沾你想要吃的醬料 來配著吃這樣子 或者是單吃 其實我覺得它本身就有灑好鹽 所以我覺得單吃就很好吃 我是偏向比較愛單吃這樣子 我覺得也是一道很優秀的羊排 它的點心其實就比較還好 但我覺得還是不差 就是一個 它先有一個甜點圈 它那個甜點圈是 就是沒有開動的甜點圈啦 簡單的講它沒有開動 然後它是一顆球 但它的口感差不多就是甜點圈 台式甜點圈那種感覺 然後但它就撒一些杏仁粉 跟一些印度的香料這樣子 然後它還有一個冰淇淋 吃起來也是 它其實是蠻標準的冰淇淋 那種煉乳冰淇淋味 但它說那是什麼東西 我也忘了 它菜單上面是寫綠豆蔻風味 對 但我覺得吃起來很像煉乳摩奈冰淇淋 所以我就覺得差不多是這樣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 就是整體我吃的到這個菜色 不論在設計還是在技術的製作上的 巧思跟用情 然後食材的本身的味道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它是一個 你吃花兩千塊去吃 你吃得出兩千塊價值的 食物的一個餐點 然後加上服務也做得非常好 不論上菜的速度 而且也有一點我覺得蠻重要的 就是它每一餐吃完 它全部都會換餐盤跟刀叉 我覺得這一點 我懂 服務上做得很好 我想到一個很好的形容詞 它就是高級料理的愛爾登法環 它就是你今天要吃這種高級料理 先從這家入門 我覺得它是一個比較好理解 就是你吃到的東西 你是好理解的一間餐廳 因為我覺得當它的價位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的舌頭可能跟不上這個價位 像我就說我去吃虎不熟 六七千塊七八千塊我真的忘記了 但是就會有一種 我好像就是已經吃不出這個價位來 我有一次去吃也是 那種藝人也是五六千塊的 和牛刷刷鍋 我也是覺得我也吃不出五六千塊的價值 我覺得好像就是一兩千塊就是我舌頭的直線 就是我吃到一兩千塊我就吃得到差不多這個味道的感覺 那再上去我可能就到三千塊我可能就吃到 這個東西有價值三千塊嗎 好吃是好吃 但有價值到三千塊的感覺 我可能就感受不到 那我覺得這家就是可以吃得到兩千塊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蠻適合就是一個入門款的 所以你是怎麼會知道這間餐廳啊 也是人家介紹給你 因為我之前看有一個YouTuber叫一加一 然後看他們的節目 他們有一個是外送 他們要點米其林 他們也有米其林餐盤推薦 這間餐廳 然後他們就是選米其林餐盤推薦的餐廳 然後點他們的外送這樣子 那他們的外送看起來做得很好 就感覺是很用心在設計 然後我想說感覺去現場吃應該也不錯 所以我們就想說就現場吃那一家 那我們這樣子的話要特別的預訂嗎 還是說可以直接現場 我其實有預約 但是因為可能現在疫情的關係 其實當天是蠻空的 但我建議大家還是可以預約一下 而且他預約蠻方便的 他上網訂他只要上網訂 然後也不用太打電話什麼的 他會直接顯示他哪一天可以 就點那一天他去預約 然後他就會寄簡訊跟你確認 然後他這些現在訂餐廳的系統 其實都蠻方便的 所以推薦大家可以直接線上弄 都很方便 線上處理 好啦我們今天的湄公商時間 The Teminist就到這邊 那我順便分享一下 那一天我們除了去吃飯也去看電影 然後那天我們有看一部 就是前一陣子非常紅的 媽的多重宇宙 那這一部其實原本就一直很想去看 評價很好 然後大部分的影評也都說 什麼最神的電影什麼 所以我當然也是蠻期待的 但剛好就前一陣子比較忙都沒去看 所以我就前幾天才終於去看 已經上映都一個多月這樣 那我自己覺得它是好看的電影 但是剛好沒那麼合我胃口 因為我對於它是一個偏向 親情主題比較重的一部作品 那我自己其實對親情主題 比較冷感一點 比較冷感一點 所以我就沒有到這麼喜歡這個主題 但我覺得就連我沒那麼喜歡這個主題 都還是覺得好看 所以我覺得整體上 真的確實是一部很厲害的電影 但我覺得其實我今天想要講的重點 其實比較偏向翻譯的問題 因為如果大家有follow過這部電影的話 應該會知道這部電影有很大的翻譯的爭議 那我自己一開始以為這種問題 都是那種英文太好的人才會有的問題 因為你英文好你聽得懂 你聽得懂這句話翻得怪怪的 我們這些聽不懂的有差嗎 我們又聽不懂他英文講什麼 翻譯丟給我什麼我就吃什麼 他說141他說22 所以我就不管 反正翻譯講什麼就看什麼 然後後來我去看了之後 我覺得這個翻譯其實蠻影響觀看的 我講最有爭議的兩個案例 我這邊我們完全不講他的原文什麼 因為我說我英文也沒那麼好 我也沒資格跟人家談論什麼 叫做他翻得正確說 那我覺得翻譯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這個東西要讓看的人看得懂 我看翻譯就是我不知道他講什麼 所以你翻譯跟我講他在講什麼 這個是翻譯的用途 但重點就是他翻譯出來了一串中文 我看不懂這串中文在弄三小 那其中有一段話 我覺得爭議先講一個爭議很多 但是算是兩派意見都有的 這句叫做 五妹娘愛缺奪掌全世界 五妹娘就是武則天 愛缺它是一個盜妝局 它就是缺乏愛 然後他寫五妹娘愛缺奪掌全世界 他就是控制了全世界 或是他征服了整個中國 類似這樣的感覺 他這一句就是 對誰他媽看得懂 這句在弓三小 我又不是在看 我也不是在看古裝片 而且他整句話 就是他整部片跟五妹娘也沒有任何關係 跟武則天也沒有任何關係 但對 所以他突然講這一句的時候 然後我整個人在想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 我整個就脫離了這部電影 我覺得這其實是這一部電影 我覺得給我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這個翻譯會讓我跳出去 想這句話的意思 在講什麼東西 我沒有搞懂他在講什麼東西 所以我沒辦法跟上這部電影 然後所以我覺得常常會讓我跳出去 瞬間跳出去這部電影 而且次數老實講不是一兩次 我覺得應該整部電影大概出現 四五次讓我中斷電影的情緒 因為翻譯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其實體驗上來說 我覺得電影是好看的 但這個翻譯字幕 絕對把這部電影扣了一到兩分 所以我覺得非常注重體驗的話 就是你會覺得這件事情是扣分 這一句話他整體上的意思 比較像是說 就是因為有我們這些不被愛的見獲 這個世界才能運作 類似這樣子的話 就是他這樣子的翻譯我實在 get不到這一句 然後就還有人說什麼 無媚娘缺乏愛 這個不是基本常識 歷史基本常識嗎 我想你他媽歷史基本常識 武則天在歷史課本裡面 只會出去三句話到四句話的角色 我哪知道他缺愛不缺愛 三國歷史在歷史課本上 也只會出現三句話到四句話 你知道曹操愛人妻嗎 你他媽哪知道啊 公三小 對 翻譯的問題真的 就很多人會在 但這一步我先說我沒有看 但他當時翻譯的問題確實有鬧上一些版面 我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我沒有看 所以我不多做太多評論 我只是先提到一點就是說 翻譯的問題 因為我們常常 遊戲圈也是很常遇到類似的問題 我就只講一個就是說 目前這個翻譯感覺起來 他比較像是說 他用他的思維來翻譯這些東西 就是不能說他翻得錯 就是我們可能 我們有人看了會覺得 get不到他的點 但他自己這麼翻的就表示說 他覺得這麼翻 可以比較表現出 他自己get到的點 就是至少站在他自己翻譯的角度來講 可是我說實在就是 這個東西要先扯到另外一塊 就是說翻譯 這個工作 你是要翻得讓你自己看得懂 還是你要讓全部的人都看得懂 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切入點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要翻的這個東西 是不是有國家性的 就是說只有這個國家有的話 可能你要把它翻成別的語言 本來就有一些難度 這就是我們可能常常在遊戲中會遇到 像是說 日本我們都知道 他們有一些像是慶典 對不對 廟會 甚至特殊的食物的東西 那你翻成中文你要怎麼翻 就是有些人會選擇說要在地化 那就會翻成像夜市 它的類型會比較像 但是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這就是額外提一個 之前有跟大家聊過的一個翻譯問題 像日本的大福 我們講說你有沒有吃過大福 現在可能台灣人對日本已經是 很了解的狀態 對 所以你聽到大福 你大概就知道那個是什麼東西 連便利商店都買得到 可是大福這個東西 終究是日本的食物 台灣是沒有的 那如果你硬要找一個很相近的食物 可能就會翻成是 麻糬 但是實際上麻糬跟大福又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也不能直接翻它是麻糬 對 可是有些翻譯的 就是他們的目標就是定在說 我們今天要的是在地化 那他就會把這些東西全部翻成是 那個國家有的東西 那就會硬翻成是麻糬 那可能比較了解這些東西的人 就會覺得你幹嘛要翻麻糬 明明就不是 你就翻大福就好啦 對 可是這就是大家的切入點不一樣 可是你現在講回這一部 媽的都從宇宙 他這個是直接把語意都改了 就我會覺得 我聽你這樣講 我就會覺得就是沒有必要 就是你直接照他的原文去做翻譯就好了 那那個梗有沒有辦法get的到 至少那個是觀看者 他們可以自己去找資料或者說去找說 為什麼他們會講這句話是有什麼原因 而不是你直接丟一個很奇怪的梗 然後要讓大家再去反推 說你為什麼會翻這句話 這我覺得這樣子就不太好 我覺得現在這個還是 這個我們還是算一個前菜而已 算一個精采的前菜 我跟你講主菜我現在才要給你 主菜我真的覺得 OK 主菜我真的是直接瘋掉 他還有一句他講了一句話叫做大變版的咒術迴戰 哇操 那句我直接瘋掉了 什麼是大變版的咒術迴戰 我當下超傻眼的 我直接在什麼是大變版的咒術迴戰是什麼意思 後來這一句我就有比較去查一下他的意思 有看一下其他的英文工作者他們的討論 他為什麼這一句在講什麼東西 會講煩這樣 那他其實主要是他那句話裡面包含了 一個怎麼說 他主要這句話是在講 這件事情有點無意義的像一坨屎 like shit like bullshit之類的這種感覺 他主要是在講這樣 人生就像一坨他媽的屎 但他為什麼要用咒術迴戰 他其實有一點點意思是 他有一點因為他這一句詞裡面 他有講到水桶裡面的漩渦 那其實這句話在英文裡面好像有點 類似就是無意義的事情 簡單講就像那種掃地阿伯用的那種鐵的水桶 然後裡面有個水在轉這樣子的感覺 那所以他這句話可能是一個偏向英文 比較常用的用詞或言語 那所以他就有一個水在水桶裡面迴轉的一個意境 然後再說有點像是整個屎丟到這坨這個水桶裡面 然後再轉形容他們的這件事情 他們的人生像一坨屎一樣 他只是他用了迴轉 用了咒術迴戰的回的這個意思來形容 想要讓這個意境更貼切 但他反而這句話直接讓所有人瘋掉 什麼是大變版的咒術迴戰 這也真的就是咒術迴戰躺著都被丟死 真的欸 好衰欸 跟他完全沒關這樣 我就覺得我看過咒術迴戰 那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大變版的咒術迴戰 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知道大變版的鬼滅之刃 大變版的鬼滅之刃就是彼岸島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最近剛好做彼岸島的點評 他是大變版的鬼滅之刃 這我可以理解 但大變版的咒術迴戰 我目前還沒有確定是哪一本 還沒想到 總之這一句話是我覺得最破壞整部 最讓人直接跳出去整部電影的一句台詞 然後說這些翻譯有沒有 其實很多人還是有很多人 就很多人還是很推薦大家去看這部電影 然後就是說翻譯就是還是俠不演 原來就是整部電影還是非常好看 那我覺得問題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我他媽要接受這個瑕疵 就是我其實老實講我看了之後 我還是覺得有一點後果 如果我今天在一個字幕呈現更好的情況下看 我應該還是會覺得更好看 我應該還是會覺得這部電影對我來說更加分 就我看完我可能覺得這部電影對我來說大概7分 就是好看是好看 但對我來說不會是一個 我未來還要重新拿出來 重新再多看幾遍 然後我很想要跟人家討論 這部電影在體驗上給我很大的扣分 一部分是我的沉浸感 我的體驗真的是沒有那麼好 就真的是蠻大的影響 其實很多電影真的都是 你當下的那次體驗的感受差距很大 會真的影響你對這部電影的評價蠻多的 像是我之前看過一部叫Red Line的一部 算是在動畫圈蠻有名的一部電影 它主要就是它的手繪風格非常 一張一張畫了高科技未來賽車 然後完全手繪這樣 當然應該也是有一些CG製作 但它主要它的爆炸場面 拿車飛奔過去花了非常多的手繪這樣 所以當時我在電腦上看的時候 是覺得精彩 但就是精彩 但是在電影院看 我直接覺得這部他媽是神作 這個體驗上就是差別很大 所以我覺得有一些電影會 因為整個不一樣的一些外在因素 而有不同的體驗 那我覺得媽的多重宇宙 在翻譯字幕上讓我確實得到了一個 不斷的中斷 不斷中斷 一直中斷我情緒的一個效果 所以確實讓我有 沒那麼喜歡這部電影 所以有些人說 瞎不眼瑜這件事情 確實是瞎不眼瑜 但他真的還是摧毀了一些體驗 所以我倒是沒有 倒會向大家說沒有啦 就是雖然之母有問題 但我覺得還是可以看還是好電影 我會反而覺得你要不要等著你看 就是中國如果有正版的資源 就例如說他們上架在一些正版的平台 可以如果那些平台沒有擋 沒有擋台灣的話 你可以花錢去看中國平台上的正版 聽說他們的反應比較沒有太奇怪的東西 我有聽說過這一部確實不好翻 所以我當然也沒辦法說什麼 我也不是做反應 我的英文也不好 但中國翻的好像比較中規中矩 那我覺得看中國版中規中矩 也許會舒服 我是反而沒那麼推薦大家去看 你剛剛講到一個點 我讓我想到曾經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他有講過一個話就是說 有時候大家都會講說 這個東西瑕不掩瑜啊 對不對 然後別人就會聽到就會回頭說 幹瑕不掩瑜 他就是有瑕啦 我管他有沒有掩瑜 他就已經有瑕瑜 瑕不掩瑜這四個字要成立 就是他已經有不好的地方了啊 對不對 那你還是跟我講 對啊就沒什麼好講的人 我就覺得好像很有道理 但我覺得其實這一部的重點就是 如果今天瑕不掩瑜是這個遊戲 假設今天就是 這款遊戲有一些缺點在 但這個缺點就是他遊戲的一環 或者就已經有點難以改變了 那這個地方有點瑕疵 但真的不影響 就整體遊戲還是很OK 因為但這個東西已經 這遊戲算沒辦法改變的東西 那我覺得就會覺得 好啦整體就算了 那還是玩起來不錯 就像是法環還是有他的缺點 但他的優點太大了 那他的缺點可能也沒辦法改善 像是地圖很大 然後所以很多東西是重複的BOSS這些 但你要叫他真的每一隻 一隻一隻細修 還是有點太難了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叫瑕不掩瑜還可以 但我覺得電影本身是好的 但因為字幕的關係 字幕這個有點外部的因素 就有點像是你今天是 因為電影院的影響很差 或是你那一場的觀眾 講話很吵 而被影響 那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外在的因素 都是可以改善的 那為什麼我要去體驗 為什麼我體驗到的是這個差的 我就會覺得很不爽 就是他明明可以是好的 但是我體驗到的是差的 我就會覺得不爽 那如果今天是好了他整部電影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覺得就好吧那還算了 我的感覺比較像這樣 不過因為電影 我覺得就一定都會存在著翻譯問題 除非你本身就聽得懂 日文或日文或其他語言 對就是說翻譯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翻譯無論是在電影還是在其他地方 翻譯工作者這麼容易被拿出來編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但我覺得電影其實算是還好 這一部是有點過頭 因為我覺得電影其實真的被拿出來編 而且編的很重的 我覺得這是我老實講 我是第一次看到 而且我也是 你說電影因為翻譯被抓出來編的 就是被編成這樣 那好像確實 那這一部確實是 應該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被編的那麼重 就是一定有人在編翻譯 絕對有 絕對百分之百有 但通常都是少數 或是英文特別好的 少數人會把它特別抓出來編 但這一部是連中文 連英文不好的人都會抓出來編 就我英文不好 但我也覺得很難受 就是我確實 我看的是中文字 但我不知道他在講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真的很大 所以我覺得這 英文翻譯工作者不好做 沒錯 但我覺得這一部是少數 真的很特意被編成這個樣 被抓出來編成這樣 真的 這麼多人編 那就表示他自己有 至少他的普及度就不是那麼高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是不能夠接受的 至少我昨天有發FB文 認同數還算蠻多 我應該沒有活在自己的 應該不算活在自己的同文層裡 你沒有活在自己的宇宙裡 好啦 這個小抱怨 好啦抱怨有點長 抱怨長不到這邊 我們節目時間過得很快 好 我們今天還要唸一下觀眾的留言 有留言了 有留言了 一些留言 所以我們稍微回應一下 我上有一個留言 我忘記我到底有沒有唸過 還是唸一下 好首先是3月19號留的 我不確定這個我有沒有唸過 他還說不知道要留什麼 台上叫我拍手我就拍手 我是沒主見的笨觀眾 AJ叫我五星 我叫直接五星 這個觀眾你就是最棒了 不要思考 叫你五星就留五星就對了 好大家也可以留一下自己的想法 沒關係 或是你不想留言 你真的不想想好不好 好感謝 OK 謝謝 好然後下一位叫 小時候上學都看什麼 就是回我們店的話題 他會說 家中只有無線台 所以清晨的選擇不多 我看過叮噹貓 叮噹貓是應該不是小叮噹 是那個比較咖啡色的那一支 美其有一個叮噹的那一首歌 我忘記什麼 反正就是那個時候 其實有很多類 哆啦A夢的作品 對 然後就是其中一部 好 然後還有一個 Banana Man 看這我真的不知道 香蕉 香蕉俠 香蕉人 Banana Man 歐美的嗎 我真的沒看 感覺不像是日本的 然後還有一個鯊魚俠 這我就知道 鯊魚俠我還買過蠻多玩具 雖然我其實老實講 我電視動畫也真的沒看紙子 但我就覺得很帥 現在就是上半身是鯊魚 鯊魚人 鯊魚人啦 就是這樣子 反正很帥 感謝感謝你的分享 謝謝 下一個AZ為所欲為的鬍子留言 他的標題叫 AZ還沒原諒寶可夢 這個誤會大了 我們唯一有批判的資料 這個寶可夢傳說 阿爾宙斯 不要把整個寶可夢拉下水 寶可夢還是一個很優秀的愛人 未來找我工商 我都還是會記得 優秀 不過他只是想講這個 皮革主要重點 他主要的內文重點是 他覺得重點 他是講那個 今天我們講 魯夫的新能力那一支 他就說重點不是套路出現的時間點 而是故事好不好看 那又有白書 魔界大格式大遺傳 雖然老梗沒邏輯 但他是用的很有節制 而且不會讓人疲乏 魯夫的尼卡形態 其實也就是在橡膠的基底做延伸 你看航海王 就是連兩位主持人都懶得看 烈火之言明顯就是 把這個東西用的不怎麼樣 然後另外他還要補充 就是有講到說 咒術迴戰前 如果是泛指陰陽鬼怪類的作品 其實也很多 只是咒術迴戰 是唯一有踏入大眾視野的作品 有邏輯是作品好看的重要因素 但也不是唯一 冠樂同打一打覺醒飛天 還實停的作品就是奮作了 確實 我也是蠻認同這個論點 就是我常講就是邏輯是一個點 但其實也不一定所有東西都要這麼 所有作品都要完全注重邏輯 就是你今天突然要時間暫停 但是你的氣氛上 你這個情感上情緒上 你刻畫的氛圍上 說服觀眾讓觀眾認同 你要時間暫停 不是不行的 就在講你陳太郎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沒什麼問題 不過他剛講到航海王這個點 其實確實 魯夫這個尼卡形態 好像也就是更強的橡膠 好像可能有一點缺乏 可能有點缺乏新鮮感 可能對於原本有期待的觀眾上 大家最後也還是不會特別去翻說 橡膠形態又多做了什麼事情 這個尼卡形態又多做了什麼事情 他好像最終就還是一個橡膠形態的延伸 不過我覺得我個人的論點 還是比較像當時我自己的想法 就是韋田已經就是一個老漫畫家 所以他這個時候突然想出這種覺醒的套路 也算是一個情有可原的想法吧 畢竟就是老漫畫家 要突然走爆發的路線 我其實倒不完全覺得說 他是老漫畫家才會走這個套路 我其實比較整體上還是 現在可能我那天有講什麼 我有點忘了 我現在還是比較傾向於是 因為漫畫 尤其是戰鬥漫畫 格鬥漫畫 這種海賊王已經整個那麼長了 他都已經話那麼久了 你其實要再弄出一點 很不一樣新鮮的東西 去吸引觀眾的注意力 或者說要能夠讓他合理的去對抗更強的敵人 是真的蠻有難度的 確實 這個東西其實我們講 我們抓幾部比較有名的戰鬥漫畫來講 比如說剛剛有提到優柯白書 可是因為優柯白書他整體來講的過程其實很短 他擔心本也就19集而已 那中間打的敵人其實你就會覺得說 優柯白書雖然說可能結尾有些人會覺得有一點遺憾 不是那麼的完美 但他在戰鬥過程中 整個故事敘述的過程中 你就會覺得優柯的成長曲線 我們看他還蠻明白的 雖然魔族大哥是那一塊確實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怎麼突然搞了這一塊 怎麼好好的人類突然變魔族這樣 就那邊現在來看可能會覺得有點突兀 但他就只是蜻蜓點水講一下 就是說優柯是這樣子的一個聲勢 然後他到魔界之後會有一個這樣的關係 然後後面就進入虎兜大會 然後就沒了 他就你也不會覺得說 這一個好像拖了很久的感覺 確實 那像切龍珠就比較另類了 但是切龍珠是大家已經習慣 就是要看他還能怎樣 對就是要看他穿下的人變身 所以其實你只要 就是我們都知道他一定會有再進化 但是就是那個再進化是什麼樣的形態 其實反而變大家比較期待的東西 但是你看扣掉進化 就是扣掉那個形態的變化 切龍珠從一開始的打鬥 小時候不要算 就長大之後的打鬥 一直到現在都打到各種宇宙各種網了 其實打鬥的畫面都是一樣 他只有形態不一樣而已 所以他的整個節奏還是大家習慣的 那就沒有事 然後我們再講一個可能算比較偏負面的 像死神 就是死神常常被人家吐槽 就是從頭到尾你就只有月牙天聰這一種 對不對 但是就是為什麼大家會那麼不喜歡 就是因為我覺得是 他雖然說你看有給一戶各種的強化 就是又有死神 然後又有虛化又有什麼的 然後最後面又有講他是誰的兒子 所以導致怎麼樣怎麼樣的 但他在戰鬥上面 雖然跟切龍珠的套路一樣 切龍珠也是一直龜派氣功啊一直幹嘛的 可是我覺得死神就是有一種過度裝逼 會讓人家覺得看得很麻木 就是好你被打倒了 你等一下是不是要站起來說 沒有想到你會用這種招式 看來我只能使出全力了 只好用爛一招了 對又要來這種套路了嗎 就讓人家覺得很煩躁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是戰鬥漫畫的風格跟掌握 每個作者一定都有他自己不同的表現方式 但是這就是很殘酷的一點 能不能讓大眾買單 這就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能不能說服你的觀眾 然後我覺得有的時候說穿的就是 能不能見好的時候也是一個考驗的點 像死神雖然 死神算是被腰斬嘛 就是有被人家說算是被腰斬 但是你就覺得說其實他停在那個地方也OK了 要不然他如果到現在還在越南天充 可能真的就沒有人要看 停損點也是 他講停損點 最漂亮的不就是我們的鬼滅之刃吧 鬼滅之刃 對 停損點教科書啊 對他真的是停的很漂亮 斷的太漂亮 其實也真的是剛好 因為當時在打那個誰最後一個那個叫什麼 滅 忘了叫什麼 慘 無慘 我忘了叫什麼 無慘 當時在打的時候不是一堆前輩各種柱開始那個 不要記透太多 不能講 這個不要記透太多 就是各種柱開始打的時候 那邊我就覺得說劇情發展到這樣子 那後面要怎麼辦 然後結果他打完就結束 我就覺得他直接斷在這個地方 就很漂亮 就是他沒有說像當年很多人在那邊講 像切龍珠 我們等一下 強調一下 我們這邊指的是他打完這個篇章就結束 那他最後是怎麼結束這個篇章 我們沒有講 大家不要想 大家不要自己亂推測我們的意思 對 我是想講說像切龍珠當年不是很多人在講說 感覺打完弗里莎結束是最漂亮的 確實 對 有蠻多人是這麼評論 就是切龍珠如果能夠停在打完弗里莎的話 應該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結局 當然我們現在是站在未來的視角 去看切龍珠發展 其實還是很不錯 他能夠延續下去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但是如果以一部漫畫的起跟中來看的話 他停在弗里莎裡面 確實會讓人家覺得有點可惜 但是是一個非常完美的點 但鬼滅之刃為什麼說是教科書 就是因為他有點走這種感覺 就有點像是切龍珠打完弗里莎 然後就結束 就是讓你會有很多的遺憾 可是他停在這邊確實是一個非常漂亮的點 因為他如果後面再繼續畫 各種劇情上的考量 或者說是觀眾的那種期待 反而會讓這部作品開始慢慢的變調 所以就是鬼滅之刃這確實真的是近期的教科書 非常漂亮的隱身點教科書 好啦我做個簡單中間教科書 反正我覺得是戰鬥類型的漫畫來講 海賊王這個套路其實有一點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雖然可能我們不喜歡 但是你如果自己站在尾田的角度 你就會覺得這個真的很難 再給他一個圖案 他橡膠的能力 對橡膠的能力他又不能夠捨棄 他不能夠說什麼突然 你又吃了一個特殊的果實或幹嘛 他只能夠在這個地方上 想辦法從他的根本去強化 讓他可以應對現在的場面 至少他把能夠應對強敵的這一個點合理化 而不是說什麼 對就是各種橡膠果實的能力 然後做個轉彎做個變化去打倒這些人 那他那個七五海或者說後面那些死皇的名聲 不就掃地了嗎 就是感覺怎麼都打不贏你一個區區的橡膠果實這樣 好我們現在下一則評論 這個叫普通人視野 他說五星好評吹起來 他說很喜歡AJ的觀點和評論 簡單有趣的邏輯讓人聽得很容易吸收理解 加油持續做下去 感謝你 下一個是Nukana Nukana同學10年AJ粉 幹屁啦 我他媽做都不到10年 你怎麼10年AJ粉 他說說10年覺得有點誇張 真的是誇張啊 這就真的沒10年 但仔細想想搞不好快了 他快了 他說電腦裡還有107年 pressplay的廣播節目 這是我以前做的一個付費的廣播節目 這樣子感謝老觀眾 ありがとう 然後他說從進大學到找工作變社畜 感覺對A.C.G已經不斷的興趣降低了 輕翻不追了 輕小說不看了 手遊也不太玩 不過真的接觸到某些作品的時候 還是有機會沈浸其中 像是去年的騎巧計程車 86還有法環等等 AJ會這樣嗎 隨著年齡的增長 對某些事情提不起進 但真的嘗試看看 其實還是有進步 這個就要講到魂系 前一陣子還有觀眾跟我說 傑克魂系講的有點太多了 沒玩的人覺得很沒共鳴 我們再講一下 我覺得黑魂真的就是最近 讓我又重新愛上玩遊戲這件事的一款作品 我覺得因為我去年 其實我老實講我2021年才開始玩 黑暗靈魂3 然後最後一口氣把它玩完 所以我真的是因為黑暗靈魂3 才重新又提起 原來玩遊戲是這麼快樂這麼好玩 會這麼想要探索一個遊戲 它後面還有什麼關卡 先要知道這個BOSS怎麼對抗 然後打贏這隻BOSS 我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然後這麼快樂的一款遊戲 你太真面了吧 你不是喜歡純粹的被抖黑嗎 不是 我就真的因為這樣 覺得這個遊戲怎麼這麼好玩 然後才抖黑下去 所以我覺得確實 可能我也真的多少有這種 現在已經好一陣子 沒那麼愛玩遊戲 但因為魂系 讓我重新愛上玩遊戲的這種感覺 所以確實找到某款遊戲 還是會重新燃起當年的興趣 感謝你的留言 感謝 然後再來一個叫 暱稱沁菜啦 那他說關於睡眠的事情 他有說 有研究指出 晚睡不是身體出問題的原因 睡不夠7到9小時 才是出問題的主因 那另外其實晚睡在科學上 是有根據的 部落時代或是更久以前 會需要有人大部分 會需要有人在大部分人 睡覺的時候 醒著做警戒 那這部分的需求 到現代就成為了晚睡的DNA 這少部分的人 會成為顯性的基因 原來我就是有守夜人的基因嗎 我們都有守夜人的基因 我在絕大多數的YouTuber BTuber實況主 應該都是有守夜人基因的 我們幾乎都是晚睡啊 我也確實 我覺得睡飽真的是蠻重要的 我每一次放菜不好 大部分都是因為沒睡飽 記得好好睡覺 我最近吃這個透黑激素 覺得效果還不錯 大家有興趣可以去試試 好下一個是艾烏斯利亞同學 他說歡樂三國志好懷念啊 當年聽說賣的也蠻好的 對這個其實意外的 蠻多人都有聽過歡樂三國志 對蠻多人知道 我小學的時候跟他問他 有沒有聽過歡樂三國志 其實很多同學都有聽過 當時這真的蠻紅的一部 下一個問題是歐洲人EX 他說蝴蝶效應 他說AJ你好 個人因為你的podcast曾經去 因為我曾經推薦過古埃的podcast 然後去收聽他的節目 萬萬沒想到 古埃的節目分享的資訊中 能夠讓我應用在 中油雇員的面試當中 然後進而吊車尾上了 進了中油公司 應該是進他們公司這樣子 他仔細想收聽你節目 真的產生了一連串的蝴蝶效應 讓我考上 所以我也特別飲水思源 給了五星好評 之前有提過專注力的事情 就我之前有一個親話在講 我專注力補充這件事情 他說會建議多念心經做產 或是離開所有3C產品24小時 一步一步體驗後能提升 看看能不能增加你的專注力 產能提升快速的脫離經濟的瓶頸 希望這個建議能幫到你 也請AJ祝福我早日被古埃念到留言 謝謝 祝你被古埃念到 等一下我其實有一句話 我覺得有點微妙 叫快速脫離經濟瓶頸 我沒有經濟瓶頸好嗎 不要誤會了 我的經濟狀況 我認為不敢自吹自己有錢 但是應該是沒有在拖累台灣的 平均經濟水準 在我同年季裡面 我應該也算是過的偏好的 我沒有經濟瓶頸 不好意思 千萬不要誤會 我不喜歡在那邊賣慘說我窮 我雖然不有錢 但是我也不會賣窮的 OK 好 感謝大家留言 如果喜歡我們節目的話 記得給我們的Apple Podcast 五星好評 沒錯 Apple Podcast可以留言 如果有我們講錯的地方 你可以在YouTube下面修正 也是沒有問題 也會播出 好 然後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時間有點危趕 因為我們今天幾個新聞 我都是蠻想講的 首先是獵人終於他媽的副刊了 這個真的是shock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這個副刊的消息 簡單來說 他就是副刊貼了一張 應該是他右下角寫了編號6的值 不知道是第六頁還是第六話的意思 因為他獵人公道架一次出十話 十話出成一本單行本 然後就修刊好幾個 就是復兼公道架 這個時候一推出來 然後這個名字 這個推特名稱就叫復兼一博 這麼簡單明料 然後他的tag 他的ID 他有一個小老鼠 他的ID這樣 他是非常的一串 像亂碼的東西 所以當時大家也是蠻懷疑 這個是不是假消息 老實講 因為獵人複刊了 假消息真的是多到數不清 每年都有 所以我看到這個我也是 假消息 完全不想相信 然後後來發現 假消息真的太多了 連真消息我都快看不清了 結果一群超人的漫畫家 春田雄介 他就有轉推說 這個確實是復兼老師 沒錯 他個人去有驗證過的 然後大家就開始瘋狂的轉推這件事情 哇附堅開了推特而且正在畫 而且剩下四畫就要出 就要開始連載了 我天啊 所以這件事情瞬間爆開來 我印象中 當時剛出來的時候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 好像就有幾十萬了 這個十萬則轉推 十萬則轉推 然後七十四萬個十萬 然後這個附堅一博 剛開推特賬號 現在5月24號開的 我們現在5月27號三天 這三天兩百萬追蹤 兩百萬追蹤 對我記得是兩百萬 很誇張 真的是很誇張 真的是很誇張 然後他後面還有在持續發推 他後面還推出了編號寫7的一張新的紙 然後今天5個小時前 又推出了一張右下角編號寫8的紙 不確定到底是指第八畫 還是第八頁 我不知道他畫了一頁還是又畫了一畫的分鏡 總之就是看來真的是 哇持續的有進度推進 只能說哇真的 我覺得看完這件事情 我只能說附堅真的是一個 他媽傳奇人物 就是哪一個人可以這麼的久不連載 然後一連載全世界轟動 不開玩笑 全世界 就是所有的 就是不論是國外還是日本 就歐美還是日本台灣 全部人在瘋狂轉帖 然後聊這個消息 各種各樣的迷因推出 我的媽呀 總之這個附堅這件事情 我們期待看看 應該是真的要有了 應該真的要有 除非這個附堅一博 不知道用了什麼手段 騙了春田雄姐 告訴他這個是真的賬號 其實是假的 不可能 我是覺得一定是真的 但是因為他畢竟他丟出來的圖 目前來看都是草稿 分鏡 就一點點的分鏡的草稿 那大家都知道附堅有的時候 他會直接把草稿丟到週刊上面去的習慣 就是下一話出來應該是會有 但是那個完整度實在不敢保證 他這幾年應該是不會這樣 他這幾年都比較完整 他是持續連載的那段時間 他就是真的畫的比較趕 所以才會真的是草稿 但他這幾年已經是 就是因為他都是幾年才連載一次 所以他就都畫的蠻關正 我覺得現在他們Jump應該也都是等他 確定都畫完了 實話全部都畫完了 好 我們才開始上這樣 他們應該都會等他全部畫完才開始上 好 然後還有一個蠻有趣的 算當時很迷因的一件事 就是新版獵人的小潔的配音員 還有其他配音員 同時轉發了一張小潔的痛哭流涕的圖片 然後其他配音員同時也轉發了一張 其他痛哭流涕的一張圖片這樣 然後剛好疊在一起 大家覺得好好笑 這是一個很精美的一件事 還有一件事 每天打一千拳感謝之權 一千次政權 一千次政權的YouTuber 也是這幾天流量超級大暴漲 他流量瞬間又飆上了 一集直播45萬人觀看 了不起 厲害了 不過這也是他堅持每天打感謝政權的 這個累積下來的結果 堅持做一件事 只要持續做下去 有一些還是會得到回報的 還是要跟對流量密碼 堅持流量密碼 缺一不可 對啦 堅持做對的事情 堅持做對的事情 好 附堅的新聞簡單聊到這邊 反正確實是一個小小的事情 這個我覺得我們應該比較多 另一個比較多話可以聊 就是Sony PS Plus的政策 直接在台灣被罵到臭頭 這個新政策發生什麼事呢 簡單來講 PS他這邊也是出了一個像 Xbox Game Pass的訂閱制 這個訂閱制就是你可以在PS上玩到 他們有獨佔的一些遊戲 你只要有付這個月費 就像Netflix那樣 你可以隨點隨玩這樣 但是你只要不付這個月費 你這個遊戲就不能持續有玩 真的就比較像Netflix的月費制這樣子 那他這個訂閱的費用 其實也還算OK 大概將近300塊 其實原本Xbox的訂閱 他其實也是抓到差不多300塊 那他們最近就是真的很拚啊 他們直接把他價格大打折扣 原本也是我記得也是290還是250幾 訂閱價格變成190幾塊 所以他的定價變得非常有競爭力 Xbox在台灣的定價瞬間直接 超多人跑去訂 連我自己都非常心動 我是因為剛好真的沒什麼 最近想玩 但如果我今天有一款想玩的遊戲在Xbox上 我可能就會直接訂下去 反正一個月199 我玩玩這片遊戲挺多兩個月 也才花不到300塊 也花不到500塊 這是非常划算的一個訂閱值 那PS他其實訂在200 接近300塊 我覺得如果以Xbox之前的定價來說 其實我覺得真的沒有到過分 但是他今天沿上的一個最大的點 是因為你買PS Plus 其實他很久以前就有PS Plus 這個訂閱服務 這個服務他當時是給你今天如果要玩 例如魔物獵人 你要跟玩家連線在PS上的話 你就要有買PS Plus才能跟玩家連線 除了連線功能之外 他還會給你一些買遊戲的折扣 然後或者是每個月他都會送可能三到四款 免費的遊戲給你 你只要有訂閱著PS Plus 你當時有拿到的免費遊戲 你都可以遊玩 像是我的血緣詛咒 就是在PS Plus免費上拿到的 然後還有惡靈古堡一代 我也是在PS Plus免費拿 所以這個服務我覺得其實也還算OK 你只要訂閱一年 然後有拿到兩三款你想玩的 我覺得對你來說不會是太虧的選擇 雖然他基本上免費的都是 要放一陣子有點老遊戲這樣 但我覺得整體還是說還行 畢竟你要在上面連線就是要付費 所以不算太差的選擇 然後他今天多加一百塊錢 你就可以升級成有訂閱制 像Netflix一樣到處都有遊戲包可以玩 這個服務你可以隨時載對馬戰鬼 然後還有秘境探險 隨載隨玩一個月只要訂閱三百塊 這個服務其實聽起來對我來說 因為我其實PS獨佔遊戲玩的不多 所以我還覺得還算有吸引力 像他裡面很多對馬戰鬼 然後秘境探險 還有一些獨佔遊戲 我贊神其實我真的也都沒玩 所以對我來說訂閱這個服務來玩 好像也還算不錯 但他出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如果你以前有訂閱PS Plus的話 而且你是折扣訂的 因為當時很多人會用大折扣去買 例如說可能今天半價 今天PS Plus半價 那我直接訂十年 有人訂十年 我真的是傻眼 我訂一年就覺得差不多 有人訂十年我真的不知道在想 但OK他們可能有真的超級便宜的折扣 所以他就想說 我就一輩子的忠實索粉 就十年訂下去這樣 OK 然後他可能訂下去 他折扣可能是打到三折或甚至兩折 這樣超大折扣 因為訂超久 然後但是如果你這樣升級成 他們這個新版本 叫PS Plus Extra的新的高級服務的話 你就要把你原本是兩折的折扣 你另外八折 另外80%的錢 你要先吐回來 然後才能再升級成 再升級成Extra的服務 這個設計 這是哪裡來的想法 誰給他的勇氣 真的 直接被罵爆 這個是直接被罵到臭頭 我自己也覺得 你都折扣賣給我的東西 你現在叫我把折扣吐回去 你這個真的是不要太過分 實際上太難看 是大家這一次爆炸的點 你如果說整個重新開始對不對 針對沒有的人 然後去做改動 那也就算了 就是大家還可以理解 但你特別去講到那些折扣的 就會覺得超不爽 我都已經花錢了 你還有再吐回去 而且他那個好像是 你一定要一次補全 不是說我這個 例如說我Extra的服務 我只要買一個月 那我就只要補一個月的 80%的錢就好 不是 你直接買10年 你就要把剩下的9年 例如說你已經用一年了 你剩下還有9年 你就要把剩下9年一次補清 不管你現在Extra 你是買一個月還是一年還是兩年 全部都一次補清 你那個基本版的 八成的折扣 哇靠 救命喔 哪裡來的想法 對啊 索尼這一連串的低端操作 真的是嚇死我也 所以才有人說說 有人我記得不是才有人在那邊講 說原本以為索尼跟Xbox是打對台 沒有想到索尼原來是Xbox的忠實粉絲 利用這種方式傳粉到他那邊去 超白癡的笑容 我是Xbox 因為Xbox之前有分享過Sony的貼文 而且是台灣的Xbox 他直接分享PlayStation的貼文 就說這款遊戲在Xbox Game Pass上 可以直接遊玩喔 對 有點酸 就很嗆的貼文 我覺得他們可以再分享一個 Xbox Game Pass 不會叫你吐回你的折扣差架喔 我覺得搞不好會了 搞不好再過幾天就真的會有了 真的是很扯 你以一個商業的角度來講 Xbox做這些貼文其實是蠻不OK的 就是商業的角度來講 然後所以就有人就是說 針對Xbox的這種 他們那個小編的一系列操作啊 就有人說 應該是因為微軟在台灣也沒什麼市場 所以他們都放飛自我了這樣 對 那我覺得很棒 對啊 我覺得真的很棒 現在這種推銷方式真的反而歪打正著這樣 那當然啦 這件事情 這個聰明的白海豚是會轉彎的 對 這件事情其實當時他們真的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想要 割割看韭菜 想要割韭菜試試看 看你們這些鐵粉會不會乖乖的給我們割 所以他們原本這個政策 就是先從亞洲開始 對 他們這個PS Plus Extra的服務 他是從亞洲 然後再漸漸看到歐美 所以他們是先試亞洲區 那亞洲區得到非常大的反彈 就叫補差額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馬上就發了一個新的官方公告 由於技術的錯誤 之前的折扣購買的 PS Plus的會員資格的亞洲玩家 被錯誤的收取升值價格的費用 此錯誤已得到修正 受影響的玩家將獲得積分 我們感謝您的耐心等待 馬上轉彎啦各位 真的是 他們也知道這割不下去 趕快換一下 這個韭菜發現 這個韭菜還有點硬沒辦法割 這件事情為什麼能這麼確定 不是說真的是錯誤呢 因為其實當下也是有人寄信去問 這個PS的官方 然後他們官方也確實表示說 這個系統的收費並沒有錯誤 就是需要補差額 這個是有人下面直接貼上他們去跟官方 詢問的客服的回覆 所以有百分之百 真的是在割韭菜 發現割不動了 趕快轉彎 不過好氣又好笑的是 這個雖然我們都在那邊嘴索明 888的 但是近期聽說好像 近期好像商城排行榜 你在巴哈的商城排行榜 巴哈商城在台灣應該算是購買遊戲上 有指標性的一個平台了吧 在巴哈商城的數位遊戲的排行榜 這個PS點數目前也是排行不斷上升中 300塊1000塊1500塊的PS點數 目前在四五六名 所以看來大家還是買了蠻多的PS點數的 可能是要去升級這個extra服務吧 可能吧 所以大家台灣索粉看起來 應該也還是頗鐵的啦 不過這個政策最終還是轉彎了啦 所以我個人有需要的時候 應該還是會去訂閱 因為如我所說 我覺得這個訂閱制服目前看到的遊戲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會願意去玩 之前的那個佩魯索納5也有在PS 對P5也有 後來拿掉了 拿掉了 拿掉了 退出了前一陣子 我好像怕是一個時效性吧 就當時說亞特拉斯有讓P5進去 然後反正我記得幾個月前就退出了這樣 好意外 我想說這款應該可以進去 因為我覺得是蠻有吸引力的一款 在這個訂閱制服 但我是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就拿掉了這樣 大概就是跟亞特拉斯喬不龍吧 可能 那你自己覺得就是撇除這個技術性的錯誤 你自己覺得這個訂閱服務會想定嗎 其實我有一陣子 蠻早期的時候我是有用的 可是因為我的可能是我的習慣 因為對我來講有興趣的遊戲 我都會直接用購買來支持 我的個性會比較偏向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覺得他這種就是有點像是出租遊戲的概念 其實是不錯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就像剛剛 你有一位留言粉絲有講嘛 就是你可能真的開始出社會之後 時間其實會變得很少 你如果不是像我們專門在走這一行的話 其實你光是正常的上班 家人 朋友 或者是其他離地扣的 就佔掉你可能所有的時間了 你根本也沒什麼時間去玩遊戲 那像這種情況下 我曾經就有朋友就是說 就是比較正常的 比較不是這個圈子的朋友 他們就有說像這個plus的服務就不錯 他就是想要玩 然後玩一玩沒空的時候 反正他就不交錢 就是可能斷掉 然後下過一兩個月比較有空 他再去續訂 他再把紀錄抓回來玩 繼續玩下去就好 就是我覺得對有些人來講是 他們這種是可以去做節省的動作 因為我們可能對我們來講就是 我們買了我們可以實況 我們可以拿來做影片 我們可以幹嘛 他對我們來講除了是休閒 也可以算是一種身材工具 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那我就買 但是對於一般的人來講 可能就會覺得說我就是純遊樂 純粹的娛樂 但我這個娛樂我可能就要花 我光買主機就可能花一萬多塊了 我每一片遊戲還要花一兩千塊去買 那個吃不消啊 有些人是真的沒辦法 而且有大部分我們俗稱的大作 都是可能你動輒就跑二三十個小時以上 你對一般的上班族來講 哪有那個時間一直去玩 他可能玩一款大作就要花他三四個月的時間 那他還要花幾千塊去買 今天想要玩這片就買 想要玩那片就買 那可能等他玩完都不知道多久 所以用這種服務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有效的去節省他的消耗 我覺得是不錯 但唯一比較小遺憾的就是 畢竟這種遊戲誰會丟到Plus上面去 這個也不知道要等 如果你想玩的沒上去就比較尷尬 會上的應該都是放一陣子的那種 他們的第一方獨佔遊戲 目前上面的多數都是已經有點放一段時間的 那種他們的獨佔遊戲為數 對 可是因為雖然今天我們現在的話題 雖然是在講這個啦 Sony的這個Plus的東西 但我稍微跳脫一下 我想講的就是說 你有沒有發現這一兩年開始 獨佔遊戲的這種比例真的開始降低 就算有 差不多過個沒多久 就會開始陸續的移轉到Steam 或者是任何PC平台上面去 我覺得以前可能還沒有感覺 現在我覺得已經開始慢慢變一種趨勢 甚至我記得我有看到一篇報導 就是說好像Sony在2025年嗎 還是幾年之後就有開始決定 把大部分的作品都要辦到PC上面去 對 去販售了 政策確實有改 我覺得就是現在可能已經很難 再過幾年啦 就是靠主機來玩遊戲這件事情 可能會變得越來越不是那麼主流了 確實啊 搞不好PS5 PS5應該還不可 應該PS搞不好到八代九代 搞不好就是末代了 有可能 因為確實啊 他們目前的新政策 是讓PS的遊戲也是漸漸要開放到 到這個Steam平台上 像連P4G都上去了 然後還有之後的這個 我每次都忘記 Uncharty Uncharty叫什麼 我剛才講到秘境探險 秘境探險 也是要出他這個合集 也是要出在Steam上的 然後前一陣子地平線也早就上去了 所以這些Sony為主要的獨佔遊戲 也都漸漸要上PC 所以我覺得這是他們的未來政策規劃 那一定也是覺得說這樣子的政策 能賺比較多錢 肯定錢多才會這樣做 對啊 一定也是發現獨佔遊戲的效應 可能相對也沒有到那麼大一處 但這樣的話也確實是讓 我購買主機的預言降低 我剛好最近剛好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剛好有機會買到PS5 然後我那時候是一萬九千買 那其他原價一萬五千九百 所以他只差了差不多三千塊 我就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字 然後就錢幫我貸 然後後來我是先給錢 然後後來原本說這個月底 應該說前幾千就要到了 但最後還是沒到 然後那個人幫我貸的時候 那個人算是可以信任的人 他就跟我說他覺得上游怪怪的 所以他一直沒有把錢給出去 他說他要跟他確認好詳細 要記得他才會 然後最後還好 我托付的這一位他最終沒有給錢 真的是還好 因為最終確實是跑票了 然後最後PS上游就 我不知道他上游到底是指誰 黃油的上游還是PS的上游 還是製造商上游 我真的不知道 反正最後就是跑票了 就沒有給他 然後他就把錢也退還給 還好沒買到 但我當時一時兩個想法 一個是最後還是沒買到PS5 但又覺得算了啦 反正我拿了我老實講 我也不知道我特別要玩什麼 現在就真的是遊戲太少了 我覺得一直以來 PS 索尼他們推出這種主機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推出的這一塊 這個時間點沒有什麼特別的強作 去做互相呼應 就讓人家就不知道買了要幹嘛 雖然說現在很多人還是會吐槽 像你也是說嘛 就買不到 主機根本就買不到 可是就是真的也就是那買了之後呢 遊戲要玩什麼 我除了想到可以再玩一次 血緣詛咒可以讀取一遍的更快以外 我真的沒想法 對啊 現階段啦 但我們知道還 往後應該還是會有一些獨佔遊戲 或者說會有一些大作出在上面 但就是現階段 就至少對我來講 也有觀眾會問我啊 餘哥你不去搶PS5嗎 我就看我搶了 我都不知道要玩什麼 一堆遊戲都還沒有玩完了 好像也輪不到PS5這樣 欸你是有PS5嗎 我就忘了 沒有沒有我沒有啊 我本來也有想要搶 就是有幾次 這個有可以搶的機會的時候 我也有試著去搶 但是沒有搶到嘛 那後來就覺得說算了 因為目前來看 我真的也沒有特別想要玩的遊戲 而且就算有也還沒出 就是FF的最新作嘛 FF16嗎 我是真的蠻想玩的 因為他這一次他就直接標榜 他是18禁遊戲 其實我不是想要玩18禁的部分 而是因為他的設定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歐洲中古時期 那種就是貴族跟平民之間的一些衝突等等 那很多遊戲都會選擇那個年代 來做背景設定 我覺得主要就是因為那個時候的 人物衝突矛盾是最多的 然後又有最多的就是那種 明爭暗鬥的存在 所以我會覺得說 FFR挑這個東西來做 然後就直接告訴你是不是他們有年齡限制的 我就會對他的劇情會比較有感興趣 這就是之前我們有提到三角戰略有沒有 我就說三角戰略他在遊戲上 可能就見仁見智 不見得大家喜歡玩他的類型 但我覺得他的劇情上我覺得就不錯 就是該死的會死 該跑票的會跑 就是該出事的人會出事 然後也是有一些玩家的選擇 是會直接連累老百姓 像是什麼為了擊退敵人 直接把村莊燒掉啊 或者是為了奪回這個王國 直接把那個上游的水壩炸掉 然後讓水下來沖 把敵軍沖走 順便把人民也沖走這樣 就他的選擇會讓你覺得就是 這個才是戰爭的無奈 你要為了勝利 你必須做出抉擇 所以你期望FF16也是有這樣的感覺 我是期望就是 我也不喜歡就是搞得好像一副 世界都要毀滅了 然後主角一行人出來抵抗大魔王 對 然後大家都還是一副就是 你要更好的武器嗎 來我賣你 說幹世界都要毀滅了 你還收我錢 我就覺得就很多 讓我覺得是講吐槽 那我是希望啦 就是這一次FF 他那個版本可以讓我感受到就是 劇情上比較完整 比較不會讓人家想要吐槽 但是目前我最想玩 PS5上面的一款遊戲 除此之外我就真的太好了 而且他的製作人是那個FF14的製作人 大家都比較期待 是蠻期待的 這個上一代時代讓蠻多人失望 這一代翻身這樣 不過我看目前其實話沒有講很死 就是他大概都預計應該是PS5獨佔 但我後來查一下他寫 初期將登陸PS5平台 對啊 我覺得應該是 可能初期先獨佔一小段 然後可能接下來就可能PS4也有 然後會升至到PC 感覺這一次好像真的 我覺得就算是PS5獨佔 應該也不敢太久 因為現在PS5的擁有者太少了 對啊 他搞獨佔 因為遊戲偏賣不動啊 對啊 沒有人有主機那是美哲啊 對啊 沒有主機你要怎麼賣遊戲 好了 我們今天的宅漫漫說差不多到這邊 是 如果有想要跟我們留言 分享什麼話題或者是有什麼事情 什麼講錯的地方的話 歡迎到我們的 宅漫漫說Apple Podcast 小朋友給我們五星好評 然後評評留言 我們留言五星好評 我們都會念你的留言 OK 沒錯 都會念五星以下的留言的 OK 沒錯 好 那我們宅漫漫說 下期再見 拜拜